青山公非說是防疫破口 因為很多人沒戴口罩 然後可能會變成防疫破口 你怎麼看 大概除了四萬一定要拿下口罩 其他時間還是待 因為法政沒有時間跟你們講 我們那個台北市的防疫三層戰略 第一層是防疫旅館 居家捷律 還有那個就是他服務 但是萬一有一點的口罩 是民政局 環保局 衛生局那個 那個叫檢疫調查 他能夠很迅速的找到有複賣掉 到最後不行 我們才開始要啟動那種 比較大規模的那種社區防疫 但是為什麼 我們這個在內部討論過很多邊 如果一開始就要很嚴格的 去防止大型活動 對我們目前這種 好不容易維持 DDP還有證人 會受影響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叫risk management 就是說 在減少對社會衝擊的狀態下 我們有三層的這種防疫戰略 對 那現在如果是 像昨天那個就是啟動第二層 一兩個跑出來 能夠迅速找到把它封住 那如果還做得到 就不見得要很嚴格的去 對民生造成很大的影響 現在戰略上思維是這樣 不過這個就是變成 前面兩層都要能夠有效擋住 真的不行我們就要開始要啟動 那個比較嚴格的社區管制 中文字幕詢4.0